我们明白这个事实 才需不需要 需要 是苦而止 你明白事实的真相了 为什么呢 到处产都不需要了 对它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何必说这个累赐 股市后财富 是食物啊 金银财宝啊 实实在在东西啊 现在财富是一张纸啊 什么人用纸钱的 鬼用纸钱 人还用纸钱的 抗战期间 还用银语 用铜板 更早些时候 那我很小了 我祭祀的时候 还有 大概一年两年就没有了 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没有了 六七岁之前 铜钱 当中有个方口 那一个钱叫一文钱 到民国了 那个钱少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 还是管用 民国出的铜板 当中没有动 比那个钱大一点 上面 当十文 就是一个铜板 换十个铜钱 那一个铜板 很管用 一块钱是三百个铜板 管用 真值钱的 通常是供着 给外面做工 报供 一个月大概是两块钱 两块钱 他就能养家 是那个钱 真值钱 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全用之钱 所以 搞清楚 搞明白之后 确实 只要吃得饱 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 这笔风雨 足了 多快乐 多自在 人道无求 品质高 幸福美满 是从 知足 常乐 这儿得来的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现在说说 没有压力 身体没有压力 心情也没有压力 你生活就很快乐 生活的目的 这个很重要 我活在世间干什么 如果没有目的 很痛苦 人生没有目标 像船在大海上 究竟我哪去 不知道 那个是没有快乐 没有快乐 人要有方向 有目标 我们今天找到目标 遇到释迦牟尼佛了 就找到了 我们的方向 在西方 我们的目标 在极乐世界 我们到极乐世界 请进 阿弥陀佛 对不尽 专讲这个问题 专门为我们 做详细介绍 这个地方讲的是 西方极乐世界 饮食自在 确确实实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真正吃东西的人 所以 莲花化身 不是太深的 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这就是 法心身 这身从哪来的 从自信变现的 本无极客之苦 所以 那位地方人 不需要饮食 但为 一路而生 这个是 比拟 不是真的 故 尽色 温详 一意为识 都是真的 无疑 人 无疑